我会不会 小英啊 你签上这份合同 我就立马请人为你写歌词 请人为你包装 为你设计 只要你肯努力 两年之内 我一定把你打造成 全国的殖民歌星 我真的能出名吗 当然了 只要你肯努力 小英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 为什么 因为我 喜欢你 小英啊 我这个人呢 从来是不强迫人 也不欺骗你 我有老婆 我给你结不了婚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切 明白吗 小英啊 你不要害怕 我这个人从来不强迫人 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 永远是高高兴兴的 陈老板 如果我去了广东 一旦公司要我回来 我还能走吗 我们这签子是两个月的短期合同 这两个月之内 你不能走啊 要是我想干个两三年 那怎么办 如果你正想留在广东呢 我们可以签长期合 两年三年 甚至五年都没问题 我不是吹牛啊 我保证你们到了广东之后 你们再也不想回来 真的 那你别看我们施工队刚刚组建 我们现在条件 比你们这个公司是差了点 但是再过两三年之后 我们的条件 肯定比你们现在这个公司好 小胖子你敢不敢报名 行 看看吧 看看吧 今天报名人多不多 人来了不少 没人报 别着急 冯志们 怎么回事 都来了还不报名 有活干了 你们都不想干是不是 都想在家等着领导 给你们派活是不是 小子们我还告诉你们 今天如果你们要是不报名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明天还不要你们了呢 杨队长 你怎么不报名啊 只要你报名 我也马上就报 你说是真的 如果我报了 你们大伙都报吗 对啊 好 等着啊 跟你说句话 他一定会报的 来吧 来 过来报吧 来 过来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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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给他付钱 是不是 预付两千块钱确实有点多 可如果我们是想把这些工人带回去呢 就得先表达出我们的诚意了 什么诚意呀 你把大部分工资都给人家付了 你这不叫表达诚意 你这是傻 志平你想想这个赵永明 邝大成 周云 他们做的哪一个不比我们大 你说他们哪一个不比你强 可是结果又能怎么样呢 垮了倒了趴下了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说过这事 苏干 你是不了解这些工人 对他们得以诚相待 以心唤心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为你做好工程 我是不了解工人 但是我知道钱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志平从你跟这个萧萧签了合同之后 我这个心哪 我都提到嗓子眼了我 你说万一萧萧的活黄了怎么办 万一工人拿了你的钱了走了怎么办 好 就算一切顺利工程顺利 可是你最后工程质量不合格 你怎么办 我也跟你说实话 自从跟萧萧签了合同以后 我确实也很后怕 这以后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 可你刚才说 周燕永明他们都比我强 我不同意 他们有他们做事的方法 我有我做事的原则 你这一套行不通的 我把丑话说前面 你别觉得难听 不出半年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办法是你 我是佑谱的 我 NV 已经想重複自己的人 想重複越一会儿 你跟 Gru娘说什么 您思考 Min 你那重蝶是不是竟π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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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老板 已经安排好了 你可以休息了 谁给他下个药 是我 你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我杨明贵 虽然喜欢美女 但是我风流不下流 我喜欢女人 是服服帖帖地 为我去做事情 那份快乐 你知道什么叫快乐吗 征服 我明白 那 那 钱你留下 人 政府 明白吗 是 那我再走了 好 好 好 杨队长 这是明天去广州的火车票 我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 明天就在车站等着 我会把人给你带过去的 好 没能帮你找个五十个人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剩下的人我们在广州想办法 那好 杨队长 明天你可一定凡人都给我带来 你就放心好了 我保证把四十二人安全给你送到 这行了吧 一个都不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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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睡得好吗 谁送我来的 谁送你来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在我这里是毫发未遂 你还是原来的你 小莹啊 你到我歌厅来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跟胖老板说过了 我不会来你歌厅的 理由 理由就是 我不想跟你来往 就这么简单 小莹啊 你太可爱了 我越来越喜欢上你了 莫小莹啊 如果整个广州城里 再没有一家歌厅可以让你唱歌 你会怎么办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你会明白的 这样吧 我们俩打个赌 赌什么呀 我赌你 还会来找我 谢谢 小莹姐 我不会再来找你的 来了 来了 我赌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向你 我要 失ken 你的 宅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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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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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能不能加半个班 加半天班 是 你看 工人们的家他都不在这儿 一到了晚上 他们在工棚里也没事干 所以他们说 想早点把这工程干完了 这样他每天可以挣半个班钱 再说你们的工程也会提前完成任务啊 好好好 你提前完成任务 我们还能省不少钱 好 好事 咱们这是高工作业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肯定不行 怎么不行 你没看那工人天天晚上玩牌都玩都十二点多 那打牌跟上班就是两回事 这三十多米的高工作业 万一出事故怎么办 老板 干夜班我们可是有经验的 不就安全吗 我跟他们说说保证没问题 我不同意加班 你跟工人们解释一下 不是怕大伙多挣钱 主要是安全 一定要保证施工安全 好 黄老板 周小姐来了 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已经招了一个歌手 你那个试用可能就要取消了 为什么呀 你不要问为什么 反正我们是不能用你了 这样子吧 我也不会让你白跑 我这里有两百块 你就当着试车马费吧 不用了 哥 小影 你怎么来了 你先坐一会儿吧 自己倒水喝 我这明天施工的图纸有点问题 我得先看一下 自己歇着吧 走 我的朋友 小影 志平啊 终于同意加班了啊 我没同意加班 没同意加班 那工人怎么都干活去了 谁让他们去的 你也不拦着他 我 我以为你同意的 我当然不能拦人家 要对呀 怎么样 小影 怎么错那么规矩啊 谁让你们加班呢 都下来 都停进来 刘叔叔 过来 怎么回事 我给你们交代了吗 不许让工人加班 陈老板 你放心 我们都是老建筑的 我让家伙不会出事故的 你说不出事故就不出事故 万一出事故怎么办 让他们都停下来 好 好 好 停了 万一 我们自己负责 行了 别说了 都给我停下来 我不同意加班都下来 没我的同意 谁在晚上加班 我扣他白点工资 行行行 都都都 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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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来吧 快休息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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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来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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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颖呢 走了 这小颖是不是找你有什么事 他没跟我说了 那刚才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吞吞吐吐的 我感觉他找你好像有什么事一样 不会有什么事吧 有事他肯定要跟我说 你跟工人说把工停了 对 停了 速食 drove 先开 刚才我不知道你要花这些钱 我想看我 腿下驴 二汤你 喝 桂花 给我来杯涼茶 好嘞 哥 这么大的店 这么便宜就给卖了呀 哥急着用钱 卖了吧 哥 那你急着用钱 我可以先借给你 你不着急卖的 反正迟早都得卖 早卖早安心 最近见知方了吗 没有 姐不让我进门 她现在还不理我呢 永明身体怎么样了 梁秋来了 我不知道 自从他们从天津回来以后 我就没有见过她 表姑父早就能起床了 但她每天在家待着不愿意出来 好像最近 她总跟表姑吵架 周啊 给李林的事呢 做得是有点过分 你就别怪他们了的 过一会儿我去趟他们家 我也说说知方 李林做错事 她不能这么对你 哥 你别说姐了 这件事是我们做得不对 姐姐和姐夫赔了那么多钱 他们现在也太惨了 有名现在怎么样 还那样吧 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我还不能说她 是不是身体还没恢复过来 恢复 她现在完全垮了 一天到晚半死不活的 我真受不了了 别着急 等哥在广州这工程做好了 你让有名跟我去广州 他要是愿意出门 我还说什么呀 赔了那么多钱 我从来没说过他 要上班又要看动作 还要做家务 快累死了 走 上次看看有名 他 ä saints box 10 稍慢16 女生 人家 干什么 人家 不是 要听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等等啊 对不起啊 周小姐 我这里不找你了 你请吧 为什么呀 老板 是不是有人不让你找我 对 周小姐 我不知道你得救的谁 很让她发这么大的力气 让广州全部的国务厅不招你 说真的 你周小姐还很有挺耐的我 谢谢 我还是欠你这玩意 该低头还是要低头 说明了 不就是那回事吧 周小姐 你说 是不是啊 至平 你估计这屋顶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我看情况不妙啊 这几个洋鬼子脸上全是冰冷的沙漠啊 晓晓 你懂英文吗 说实话 我还真不太懂 说实话 我还真不太懂 说实话 我还真不太懂 杨队长 你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屋顶会不会合格啊 那你说啊 这些洋人办事都很较真儿的 以前我给梁氏菊做过几个屋顶 都返过功 你们说 如果这次不合格的话 那陈老板会不会剩下的钱给我们啊 那如果不合格 你还好意思跟陈老板要钱 就是 甭废话 要是不合格咱老老实实给人家反攻 对 我跟你说 而且还不能管要一分钱 知道吗 老队长说得对 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钱 好 谢谢 好 非常好 这次你们做了非常有秀的护肠 谢谢 陈 非常好 这是我最近一个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屋顶 你们的队非常了不起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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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马上浮夸 那一发明珠 所有的屋顶 所有的屋顶工厂都会交给你的公司 但是有一个条件 所有的屋顶工厂都要交给陈先生来做 好 没有问题 以后凡是您的工程都交给他来做 谢谢 请 周庭 走 你看看这是什么 你的新合同 这个是支票 还有呢 这个是新工程的衣服款 陈志平 你发财了 光这一个屋顶就赚了二十万 谢谢 谢谢 行了行了 你就别再说谢谢了 赶紧把支票收起来吧 我知道你现在是需要签的手 真的谢谢 谢谢 好了 我要有事我得走了 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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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在这儿怎么办 走了 走了 是我们这儿吧 看看 我们新工程的合同 还有这个 我们赚了二十万 还有 玉符款 五十万 还有 还有 成功 志平 你太不容易了 真的你太不容易了 你看你来这儿一年多 你老婆没了钱没了 你工作也没了 可是你现在从前站起来了 伟大的陈志平又站起来了 伟大的陈志平 请所有工人吃饭 我说过的 我要请他们吃饭 就在我们新郡的工棚里 摆长卓业 去采购 好 好 全日平伟大 好 敬一敬 敬一敬啊 陈州策判千方过并数前的万牧春啊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尊敬的杨队长 可敬可敬的工友们 今天我们第一个屋顶工程 通过了外国工程师的验收 合格了 现在我们的工程款呢 已经落袋为安了 今天我们就摆唱歌宴庆祝一下啊 好 好 烹羊彩牛且微乐快驱饮三百倍 高永们将近酒杯莫停 今天我们不醉不愧好不好 好 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广州第一女歌星 晓晓 站起来 广州第一女歌星 也是我心目中唱歌最好的啊 今天特意来 跟我们一起开这个庆功宴的 大家欢迎 好 好 大家辛苦了 下面 我们就请 这次工程 我们的最大的功劳者 陈志平 陈老板 跟我们说几句好不好 好 欢迎 来来来 竹林啊 德国工程师切尼说了一句话 一句让我非常激动的话 他说我们的屋顶工程 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把这碗酒干了 我得谢谢大众 感谢 感谢 还有今天啊 我也听到了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 杨队长跟我说在座的各位 都愿意继续跟着我干 都已经续签了合同 这是你们对我的信任 也是你们三十六个家庭对我的信任 我陈志平 只有一句话 绝不会辜负了大伙对我的信任 来 把酒都端起来 举杯 把酒杯都举起来 为了我们以后的合作 干了 我陈志平 我陈志平 喝水 醒醒酒吧 哥 我怎么回来的呀 怎么回来的 我找人抬你回来的 你跟苏柯这桶折腾了 这个吐了那个吐 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我就是觉得头特别疼 你酒喝多了头肯定会疼啊 以后不许再这么喝酒 你得保护你的嗓子 嗓子喝坏怎么唱歌以后 哥 我不准备唱歌了 不唱歌你想干什么 反正我就是不唱歌了 我真的不唱了 我这几天去了十几家歌厅 可是他们都不要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可是他们就是不肯用我 你别急 晓晓 他贵老板不可能一手折腾 这么大的广州 他不让你唱歌咱就唱不了了 哥 我想好了 我真的不唱了 我真的不在歌厅唱了 我想去上音乐学院 我想深造 上音乐学院 我早就想上音乐学院了 可是 我姐现在没有工作 她还要准备生孩子 只要你想上学 你付课子钱 生活费 各地你说 不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跟你姐姐是离了婚了 但这跟你没关系 你从小就是哥带大的 你就跟志冯志华一样 都是哥的亲妹妹 既然想上学呢 自己 就得努力 只要你尽了力了 不管成功与否 哥都不会怪你 哥就盼着你能有出息 哥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考上的 我姐说了 只要有恒心 有野心 就一定能成功 哥 我说得对吗 对 二位老板 我昨天召集了工人给工人开了个会 把你们的意思跟他们说了 工人没什么意见 就是说只要是能发工资 不降低工资标准 他们就愿意跟你们订合同 而且一点一定 好 这是合同 拿回去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意见呢 明天我们就可以签 好 那我先就回去了啊 慢走啊 好的 看什么 肖骁给你这个工程只能干五个月 要是接下来那几个月没活 你说你怎么办 肖骁说了 还会搬我们再找工程 那要是肖骁找不着工程怎么办呢 我们肯定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还有这么长时间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找工程 来 这是月秀区 工程招标的公告 我跟他们联系过了 我们工程队也可以参加竞标 你说你要是招标失败了怎么办 我说你就不能说一点股股士气的话 我跟他们签一年合同 实际上也是在逼我自个儿 如果我要不想赔钱 我就必须在这五个月之内 拿到新工程 我再逼着自己去争取斗 只死地而后生 我发现你现在真有点英雄气概 陈志平啊你放心吧 五个月之内 保证给你个新工程 你拿什么给我一大工程 这你别管 一个星期之内准心 又弄一套神叨叨 喂 晓晓 你说 这可是大事啊 你回去一定要小心 做事情您可慢一点 也要注意安全 安全是第一位的 还有这吃了用的 一定要注意卫生 你要有什么拿不准的事情呢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帮你出主意 行 那我就不送你了 到了以后你给我来个电话 好 再见 谢谢 这小颖要回去去哪儿 周云要生孩子 叫小颖回去 周云真给邝老城生孩子